台北孔庙首度举办了亲子夏令营活动 安排射箭还有书法的课程 让前来参加小朋友还有家长 都觉得是既新奇又有趣 透过轻松活泼的学习方式 重新来认识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 小朋友手上拿着传统弓箭排排站 在射箭教练们一一的指导之下 从射箭里以引弓拉箭 接着瞄准箭靶后 射出手上的第一支箭 有人郑重靶心体验成为小小神射手的成就感 要把箭瞄准标靶 同学 射出手 今天来到这里是很开心的 而且蛮好奇的 对任何一些步骤 还有一些要点都觉得蛮新鲜的 除了在娱乐方面 也学习到很多的一些知识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孔庙第一次举办亲子夏令营 获得在场家长大力的支持与肯定 透过有趣的射箭活动 让小朋友体验古代文人必备六亿当中的射箭记忆 让小朋友从寓教于乐的轻松学习方式去体验儒家精神 并且和日常生活做连结 我们特别挑选了射跟书的部分来做夏令营的内容 一天是动态的 一天是静态的 动态的射箭 那静态的是书法 让小朋友可以成为一个文武小状元 不只安排传统射箭活动 这次的亲子夏令营还有书法课程 要让前来参加的小朋友 做个文武双全的儒学小状元 并且带领小朋友参观明伦堂里的四地剧院 还有六亿空间 运用现代虚拟科技 让民众更加认识台北口庙 及儒家文化 仲家特别新闻 李一儒采访不到